大家好 遼月大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 现在双方的故事又再起波澜 就在今日 广东队的超级外援也是上赛季的总决赛MVP 维姆斯正式更新了个人微博 突然意味深长的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也被认为是对于辽宁的一个隔空宣战和叫板 就在广东战胜辽宁之后不到24小时时间 今日下午维姆斯突然在个人微博上写到了 San Pete 并且在后面加了三座总冠军奖杯 只有这么短短的两个词语和三个冠军奖杯 但是不难看出 维姆斯已经在给他给整个广东队定下目标了 广东队本赛季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三连冠 成就一个王朝 而且现在能够发现这个广东的外援非常有野心 实际上如果是在战胜辽宁之前 可能广东还不会这么做 毕竟之前就连马尚布鲁克斯这位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第一外援 都多次在赛后强调了 他非常想打辽宁 因为他知道只有你跟辽宁比赛之后 才能够验出广东这支球队的橙色 在没有一键连的情况下 才能够知道广东和辽宁 到底谁才是总冠军的最大热门 而随着这样的一场胜利的到来 可以说广东队证明了自己 也证明了他们确实是冠军的第一大热门 现在在积分榜上 这边的广东也已经成功的反超了辽宁 而且重点是这一次 为了威姆斯组成了一个非常强悍的风险体系 作为自己CBA第一个新秀赛季 而且是第一次对上了广东 这个最顶级的石冠王球队 张振林全场24分5个篮板的表现 比威姆斯还要更好 威姆斯全场也只拿到了23分 他的效率也比威姆斯要更高 所以说张振林的表演是绝对不逊色威姆斯的 而且他的身体素质也是非常恐怖的 因此在风险的优势上 可能广东队还有优势 但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 威姆斯打辽宁的时候 再想打出像上台队总决赛那种 场军37分8个篮板5个出攻的表演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威姆斯现在喊出这么一句话 其实还是有很大争议的 而现在再来对比一下 这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 就能够发现 如果光阵账面上的实力 辽宁队或许还更胜一筹 空位位置上 郭艾伦和赵瑞 郭艾伦是占优的 他还是本土的第一后卫 赵瑞相对来说要弱一点 虽然说赵瑞被树立为了广东未来的核心 但是整体上确实跟目前处于巅峰期的郭绍 还是有一定差距 当然双方的年龄也有差距 郭艾伦是93年的 赵瑞和郭艾伦比郭艾伦小了几岁 因此他还没有到自己的巅峰 他还有成长的空间 另外一边在德温后卫的这个位置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边辽宁应该是使用赵基伟的 赵基伟和郭艾伦肯定是坐镇一二号位 但是赵基伟之前受伤了 但是如果双方真的是全阵容对抗的话 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广东队是略战上封的 他们有马上布鲁克斯 这个外援确实他们非常大的优势 当然也有可能广东队使用的不是这么一个阵容 使用的是胡明轩 他和赵瑞搭档 而马上出现在三号位和威姆斯 或者是周恒其中的一个在四号位 另外一个人去到五号位的位置上 广东有可能使用小哥阵容和辽宁抗衡 那么这样对比的话 在后场两个位置上 可以说辽宁是稍战上风 而在三四号位的位置上 如果广东真的是双外援搭配的话 那么确实是比梅奥再加上张震林的组合要更强 但是内线在缺少拉连的情况下 广东不管让谁来顶 都是非常吃亏的 因此这样看 后场的两个位置 广东略吃亏 内线也略为吃亏 三四号位的优势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 不可能说在张震林面前 威姆斯还能场均37分 这个在上赛季的总决赛出现过 但是当时跟他对位的可是贺天局 那跟现在的张震林 那肯定是比不了的 所以说现在光从账面实力上来看的话 辽宁并不逊色于广东 至少辽宁的首发要更出色 广东是阵容厚度更好 现在威姆斯喊出了这样一番话 又要跟辽宁结下梁子了 肯定也是会刺激到郭艾伦等人